這個轉換平面的轉換 來 所以我前面的部分我會很快帶過 但是我會把它畫完 第一個 場位 然後一樣 我們先畫 我們先畫一個半徑250 我們先畫一個半徑250 250的東西 好 然後這個先調 直徑的話就是500 因為它半徑250 然後再來我們畫另外一個 從這裡因為我們要畫一半 然後隨便畫一個 大致大致就好了 畫一個這個方形 但是我們知道這個是350 然後再來 我們知道這個是20 好 畫完之後呢我們先把 我們先把不要的刪掉 像這個不要 像這個不要 然後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這個也不要 定力不足 這邊也不要 那其實這條線我們要重畫 所以這個也不要 我們就畫一半 好 這樣我們就畫好一個 一個軸了 再來我們用旋轉 然後選到我們要的軸 我們選到那個軸呢 我們稍微 我們選中心這個軸 好 那我們就這個部分我們就做完了 好 再來 再來 再來我們這種front 這種front的視圖 一樣畫草圖 因為我們要找到這一個軸線 找到這個軸 找到這個可變前面的這個軸線 所以我們用使用 使用 把這個軸線給交出來 然後 然後打勾 然後所以我們可以 在這個球面上 我們就把這條線給取出來 接下來 我們用可變前面找沒有 一樣 然後記得要改成實體 然後畫草圖 畫完之後 到這個角度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斷面 我們斷面是120乘60 120乘60 然後它的中心點正好 這個交叉的中心點 就正好會落在這條線的中心上面 然後120 60 然後120 好打勾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一條 好 好 然後 再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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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要 給各位講 今天的這個重點 今天的這個重點 完全在於 這個 這個 在45度的這個圓柱體怎麼做 那 第一 我們要產生一個平面 可是我們現在所有的平面都只有 往前 往側面 或者是往 往底部的 我們好像沒有一個斜的 這斜的 它必須要旋轉這個所謂的平面 因此 我們必須要先創造所謂的旋轉軸 來 創造旋轉軸 創造旋轉軸在哪裡呢 來 它告訴你參照 我先任意選一個平面 它就會出現一個平面 好 然後 兩個平面是不是我們可以決定一個軸 所以我再選另外一個平面 是top 我們會不會看到 這個平面跟這個平面 就會相交出 一條線 有沒有看到 就是相交在底部的一條這個軸線 然後 哪個 我們就自己產生一個 A2的這個軸 再來 我們要產生平面 產生什麼平面呢 我們現在是不是有一個45度的面 如果我把top top的這個面 跟 依據這個A2這個軸轉 45度 我是不是就有一個45度的平面 對不對 所以我選 這個平面 然後選 這個平面 跟選這個軸 我們重新做一次喔 選這個平面 我們第一個選這個平面的時候 它出現的是所謂的平移 就是我要平移多少 往上往下平移 但是如果我在ctrl按住 按住第二個軸 有一個面 有個軸了嘛 它就會變成 有沒有看到是旋轉 就是45度 再來 再來 我們還要再產生一個平面 因為這個已經45度了 但是我們這個黑板上面 有沒有看到 從這個點 往那個面 是320的單位 所以打個320 然後打勾 這裡我們就可以出現一個 我們最後要的這個平面 因此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平面上做圖 炒彙 炒彙之後呢 來 炒彙之後呢 我們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條虛線 這個是軸線 但是我們還缺什麼 我們還缺一個 如果我知道這裡是一個 Y軸的話 那我的X軸在哪裡 我沒有給它定義 因此它會出現一個參照 會出現一個參照 因此簡單 我們剛剛不是產生一個A2的軸嗎 我們就選A2的軸 然後 我們再把這個圓 這個圓的直徑 160 我們就會有一個橫的這個 橫的虛線了 然後直徑160 看一下 160 打勾 然後 有沒有看到 我就在這個平面上 已經有這個圖形了 接下來 就是說 隱身的動作 那隱身我們講過了 第一個要改成實體 第二個 我們 過去都是 根據深度來決定隱身的這個 根據這個數值來決定隱身的這個厚度 那我們這一次我們可以利用另外一種方式 看到 最後一個隱身智所選的點 曲線 或平面 或曲面 那我們這個球是曲面嗎 等一下 然後我們選這個球 有沒有看到 這個它就不管這裡有多少的這個距離 它直接讓它打這個球按打勾看看 它就會做 這樣 這樣做 好 所以 來 請各位先跟我 請各位先跟著我一起做 第一個 安草圖 就是你們接下來要準備的東西 你不要再練 那個因為在課本上都有 所以回去你去看就好 但是在課本上裡面講的東西 最難的其實這個轉換 轉換所謂的這個曲面 好 先做個球 然後不管它的半徑 然後把下面的部分給刪除 先做個球 然後 再 做這條線 不管半徑 都不管尺寸 都不管尺寸 然後把這兩個刪掉 然後打勾出來之後 做旋轉的動作 選到這個軸 打勾 先做到這裡 請你把這個半徑 都準備好了 不管尺寸 不管尺寸 是沒有做到的